在这里首先要向大家介绍我们的老会长 我们民主教育基金会的创立和成长 离不开这位女士的大力的支持和无私的奉献 我们的前会长蒋克兰女士 她是刚刚身体不太舒适从旧金山专程赶来 之所以我们民主教育基金会今年是第31届 从86年成立至今走过了30年的漫长历程 32年了应该是 但是颁奖颁过了30届 今年是第31届 在这当中我们前面的那些钱币先贤 都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所以我们在这里向我们这些前辈表示感谢 今年之所以我们民主教育基金会的颁奖典礼 和人到中国的十周年 我们从旧金山来到洛杉矶 是因为洛杉矶有我们很多的朋友和支持者 我们民主教育基金会在洛杉矶有好几位理事 我们的前会长何慧先生 林静鹏 陈秋波是我们的理事 我们还有大量的对人到中国的这种支持者和资助者 他们也在洛杉矶 所以今年我们两个组织决定把今年的这个活动安排在洛杉矶 所以对洛杉矶的朋友表示感谢 今天出席今天的活动 我们还有民主教育基金会的好几位前得奖人 包括我们的首届得奖人 魏京生先生 可能路上有点堵车 一会会到 还有我们其他的前几位得奖人 王君涛先生 吴仁华先生 他们都在这里 还有几位让人尊敬的女士 我们前得奖人的夫人 我们的前得奖人 张天勇先生的太太 金面玲女士 前得奖人赵长青的夫人 刘晓冬女士 还有我们前得奖人 唐金玲的太太 王燕芳女士 这三位坚强而伟大的女性非常让人尊重 他们的夫君有的还在国内监狱当中 所以对他们的到来我们表示感谢 还有表达一个深深谢意的就是 洛杉矶的我的几位老朋友 我莫逢杰先生 可是我当年在国内的时候 莫逢杰先生就和我有过很多的交往 这是一位让人尊敬的民运老前辈 还有刘雅雅女士 我记得我09年第一次到洛杉矶 就是在这个酒店 是获得刘雅雅 他们视觉艺术家协会 给我颁的一个奖 所以这个 在这个地方 我今年是第二次到这里来 我非常难忘 这个金龙大酒家 感谢刘雅雅女士 还带了很多朋友的到来 刚刚还看到我的一个体育界的老前辈 我的体育学院的学长 陈凯先生 也是我的老朋友在这 还有很多很多的 故 新老朋友 我就不一一赘述了 感谢大家的到来 今天呢 是我们民主教育基金会的 第三十一届 颁奖典礼 所以在这里呢 我首先要宣布 第三十一届的 两位得奖人 今天的两位得奖人呢 一位是黄奇先生 一位是杨田水先生 黄奇先生 现在还在监狱当中 是一个非常让人尊重的 长期的在国内的一个人权捍卫者 杨田水先生 不幸在我们的评选过程中辞世 所以我们评委会一致决定 还要把我们今年的 第三十一届 杰出民主人士奖授予他 表示我们对杨田水先生 是常年追求民主事业的一种怀恋 今天在这个国际人权日的 世界人权日这么一个特殊的日子 我们也自然会想到 我们的刘晓波先生 前洛贝尔和平奖的得奖人 刘晓波先生 他也是我们民主教育基金会的 前得奖人 今天我们雕塑家陈维明先生 做了一个刘晓波的这个塑像在这里 让我们一起在这里 缅怀刘晓波先生 让刘晓波的精神遗产 能够得到继续的发扬光大 所以因为时间的关系呢 我就想开始我们今天的颁奖 非常遗憾 这两位得奖人 一位已经故去 另一位还在中国的监狱中 所以我们今天就请了 两位知名的人士来代理他们 这个奖项 首先我们要颁发的是 黄奇先生 我想请我们的前会长 蒋克兰女士 去颁发这个黄奇奖项 我们请来自 拉斯维加斯的海外民运的老前辈 汪敏先生来带领黄奇的这个奖项 谢谢大家 请往里做一个带领的感觉 今天在现场的人大约有两百多个人 我们的颁奖词和每位得奖人的介绍 我们都做了打印 放到每个人的餐前 可以在前台有 所以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这里就不惧再赘述了 请汪敏简胆的做一个带领的感言 各位朋友 各位女士 各位先生 各位尊贵的来宾 会长 前会长 各位的会长 我今天 非常荣幸的是 代表黄奇 领这个掌牌 其实呢 在我心目中呢 他是我的英雄 那我自己呢 是不配的 我认识黄奇 黄奇呢 是在一次call in的节目上 我当年呢 在台湾 跟杨宪宏先生 一起做一个call in的节目 黄奇在四川 我在台北 杨宪宏先生是主持人 我们三个人呢 同时接受大陆的网友 和台湾的网友 的观众 听众 来做一个call in的节目 我就是在那次call in的节目上面呢 是跟黄奇先生呢 对话 而且呢 是接受这个大陆网友的 这个提问 黄奇先生 在讲话之中 非常的沉坐 非常的冷静 而且呢 回答大陆网友的话题的时候 非常的 有分寸 讲得有理 有节 有利 我在采访之前呢 我去 做一些功课 我去 另外 做一个采访 先采访呢 是准备采访 这个黄奇的 这个杨宪宏先生 我又呢 是去采访 那些曾经 跟黄奇先生 走过报道的 那些路透社的记者 来自台湾的 这个记者 这个温金柯先生 黄娟女士 我又呢采访了 美国的资源电台 驻台北的 那个主任 梁东先生 他原来是住在基金山的 他们共同的反应 对黄奇先生的评价 就是他是一位英雄 他们说黄奇 有三点 是值得我们的 永远记念他的 第一点 黄奇先生 是有一种 我不入地狱 谁入地狱的 宗教的 殉道精神 黄奇先生 被捕多次 从来没有后悔过 从来没有停止过 一出运 又投身到运动中去 他做的天网 这个网站啊 他的通讯员 遍布全国 而且呢 他呢 是做得了 非常的坚决 从来不停止 当他被捕的时候 他就把这个天网的 这个后台的 这个这个这个权啊 就招到海外 就叫招到我那个朋友 张国庭 现在手里面 让天网在他坐牢的时候 从不停止 没有停止过 我本人呢 是在这道路坐过牢的 但是我做的时间很短 很惭愧 我远远的比不上黄奇先生 我只做了一点 但是在那一点里面 我是抓住那个铁窗 望着外面的蓝天白云 是多么想象 多么喜欢 多么留恋自由的空气啊 所以呢 我尊敬所有坐牢牢的朋友 但是我更尊敬的是 二进攻 三进攻的 那些民运朋友 黄奇就是其中一个 为什么呢 那你第一次去坐牢的时候 你没有想到什么危险 你就一腔热血 你就站上讲台了 但是呢 坐过一次牢的 第二次再要进去 第三次再要进去 黄奇先生呢 他已经知道坐牢的痛苦 他知道中共的迫害 他知道在狱中 所遭受的酷刑 但是他还是义无反顾 所以黄奇先生的这种 叫做宗教训道精神 他是我心目中的英雄 大家知道圣经 圣经为什么伟大 就是因为耶稣基督 他钉在十字架上 他有训道精神 训道精神 鼓舞了我们所有的人 黄奇先生也鼓舞了 包括我在内的所有人 这第二点 我听路透社的记者说 黄奇先生还有第二大的特点 就是他的维权工作 从来没有离开过民生 他做寻找失踪儿童 失踪的妇女 从那四川的地震 从那里着手 再扩展到去挽救 去那些受迫害的维权人士 维权律师 黄奇所做的这些民运工作 从来都是跟民生 跟民权 他工作非常的接地气 这让我们在海外的 这些民运组织的负责人 都深感惭愧 就是我们要的做的工作 要像黄奇一样 要接地气 只有接地气了 才能够引发以后的 中国的民主革命 第三点 让他们写吧 梁东 自由亚洲电台 在驻台北的 这个当地主任 梁东先生告诉我 黄奇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呢 他能够团结人 他在当地 他在四川 他有一个很完整的团队 我们都知道 在中国大陆 有好几个省份 都是有很坚强的团队的 四川 所以其中一个 有很大的人脉 有团队 有领袖 像浙江 武汉 北京都有 我们民主革命以后 要真正发生的话 这些有团队 有领袖 有起手的 这些地方 肯定会为中国未来的民主革命 做出更大的贡献 我再次谢谢大家 我是非常的荣幸替王岐先生的这个奖 那个上次陈伟明先生 颁过一个奖给黄奇先生 颁奖了以后 那个四川的很多的民主人士 我们黄奇先生天网的义工 都曾经跟我联系 就感谢我们在海外的支持黄奇先生 我相信 黄奇先生支持了 黄奇先生这次的领奖 会更大的鼓舞起国内的 广大的民运人士 会鼓励各个省各个市 那些普通的民主人士 我们会跟着黄奇先生 跟着还有跟黄奇先生一样伟大的 其他的王秉藤先生 唐金龄先生等等等等 他们的足迹 我们会继续走下去 谢谢各位 下面我想请我们的前得奖人 王冰刀先生来颁发 和我们的格里斯理事 一起颁发第二个奖项 给杨天水先生 我想请吴建民先生 来带领这个奖项 因为吴建民先生 不仅是杨天水先生的同乡 而且更为有一段特殊的 在一起的经历 他们一起在南京坐过牢 下面非常感谢方正先生 给我的委托 我现在把杨童彦先生的奖 颁给带领奖的吴建民先生 今天带天水先生来领这个奖 我为天水先生感觉到骄傲 也为天水先生 以精神所顾 杨天水先生 是一位杰出的民族主义战士 在他和中共抗争的这么多年里面 他两次入狱 第一次入狱十年 第二次十二年 我和天水先生是在八九六四以后 在南京的牢房里面相遇的 当时我和他分别都是 这个反革命集团的 这个主要的这个负责人 当时都被中共宣判了十年 然后在江苏省的龙潭监狱 我和他共同在第一次他的育中复兴 我们在绝大部分的复兴时光 在一起度过 他两千年从这个牢房中 刑满释放出来以后 我们多次见过面 天水先生没有因为第一次坐牢以后 就丧失他的斗争 他仍然在为推动的中国民主 付出他最大的努力和牺牲 他有一次告诉我 见面我已经做好了准备 我打算做中国的曼德拉 我问他 我是叫天水 我不希望他再一次踏入中共的牢狱 因为我非常担心他的身体 能不能经得起中共的牢狱的折磨 但是我很清楚 因为对于推翻中共这个专制暴政来讲 中国人 最多数的中国人是充满了对中共的这种邪恶的恐惧 这个恐惧来自哪里 坐过牢的人知道这个恐惧 没坐过牢的人更怕这个恐惧 而杨天水先生和我建民是因为经受过了这种恐惧以后就不怕了 所以天水先生义无反顾的再次踏进了共产党的牢房 很可惜 习近平在十八大以来是倒行逆施 我们可以看到有非常多优秀的中国的民主意义人士 刘晓波先生死在劳中 彭明先生死在劳中 杨天水先生也死在劳中 所以我们不能失去像天水晓波他们这样的战友 我们也应该为炳当先生呼吁 我们希望通过我们海外民运的努力 能让像炳当先生这样的中国的民意义人士 能早一点获得自由 自由民主万岁 谢谢大家 我知道这个时间非常紧迫 这个九楼只给我们三个小时 包括吃饭 所以我长话短说 我作为这个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的最原始的参与者 这个三十年三十二年以来 我看到了我们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的点点滴滴 从成立到成长 到被质疑到被肯定 这是一张漫长的道路 但是我们基金会是面临了很多的困难 我们大家都知道 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最重要的工作 就是促进民主法治 维护人权自由 这个工作最需要的是什么呢 就是人力跟财力 而这是正是我们基金会最缺乏的 那么我们之所以今天还能够在这边举行第三十一届 我要说的是 感谢各位在座的每一位 就是因为由于你们的参与 我们基金会才能够存在 才能够继续的发展 过去我们几年的颁奖仪式 都是在旧金山旅行 但是洛杉矶的朋友 一车一车的都来参与我们的 很多朋友都来参与我们的活动 要是没有你们的鼓励 要是没有你们的支持 我相信我们基金会到不了今天 所以我今天要再三再三的 谢谢各位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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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Good evening everyone 今天是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Day and it's also the awarding ceremony for the 31st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 Prize for Democracy of China I would like to thank everyone first on behalf of Chinese Democratic Education Foundation and thanks everyone for coming it's our pleasure to have all the guests to have our owner guests in all the works of life so our first guest would be Mr. Qing Chong he's a senior journalist with the Strike Times he's best known for having been detained by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 allegations of spying for Taiwan Mr. Qing has spent more than 1,000 days in communist parties present for passion on his career and concerns and it's our pleasure to have him present today and welcome him give us peace for us 有请程祥先生 为我们发言 thank yo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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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gradually eroded to become a semi-free society now my first opening remark is that Hong Kong in the past 20 years provide a textbook example for political sciences to tell how a free society could be transformed into a semi-free one by the policies of a totalitarian government this is my opening remark and my conclusion also in one sentence is that what has happened to Hong Kong in the past 20 years is repeating elsewhere in some other in in other Western democracies and I think it is a wake-up call for peoples in the West to really study the case in Hong Kong as to how a free society could be transformed into a semi-free one and all the principles all the fabrics of a society could be compromised by the by a totalitarian government now so I have the opening statement and also the conclusion in between I'll tell you how exactly this was done in the past 20 years as you know before 1997 Hong Kong was a free society we have freedoms of force freedom of press and everything and we don't have to obey or to listen to what Beijing tells after 1997 especially after the 2003 massive demonstration against the enactment of this article 23 national security law the Communist Party in Beijing saw Hong Kong as a potential threat to its security to a potential threat to its legitimacy and therefore the whole party went all out to try to find measures to try to circumvent the freedom we have that we used to enjoy now it starts with the propaganda department the propaganda department the propaganda department tried all its efforts to silence desperate voices in Hong Kong to buy out newspaper and media outlets and also try to hold the media 今天來參加會議的人全部都是自費的全從全美國各地自費到這邊然後不管是住宿也好或者是機票也好 連今天的吃飯都是大家AA制這就是海外的本業實實實在在的做一些事然後我這邊跟大家推薦一下這裡的四本書如果有推友喜歡的話可以讓作者簽名大家來購買 這是吳仁華老師的兩本書一本是戒嚴部隊一本是天安門血腥清藏內幕每本二十五塊錢那所有的郵費由我們承擔 然後這裡是一本有四位思維作者寫的五十個人的五十個人的五十個人的五十年 這裡還有一本是文革經歷者的新名當案文革經歷者的新名當案這兩本書是十五年一本然後如果兩本的話是二十五年這是中國民主教育基金會 然後教育民主教育基金會的那個捐款帳號大家可以看一下 你看這邊全都是AA制 那現在家間就知道了哈到底什麼樣哈 這裡是為韓國的良心犯簽卡送的 這邊已經有很多人去簽名了 已經簽名了 也要跟你叫參與二子 今天今天道會人數遠遠超過了原來計畫的五百五十個人 社羯大陸契會的人兼千三百人 使用更均衡的法律 所以他们尝试各种各种方法 结果的结果是 在香港的自由主义社会 现在被变成一个比较自由 例如1997年代 我们的公司制度认为自由 但在1997年代 在香港的公司制度认为自由主义社会 现在中国的公司制度认为自由主义社会 但在香港的公司制度认为自由主义社会 在其他西方的社会 我认为最近 澳大政府的政府 有决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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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决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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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then Mr. Zhao also asked me to give the speech in Chinese 各位朋友,很高興今天有機會和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的二十年里的體驗 二十年里呢,香港提供一個,我認為是textbook example 即s social science sorry,I should use in Mandarin,ok 我覺得香港提供一個社會科學下面的一個教科書的例子 說明一個自由的政治體是怎樣可以給一個公正的政體慢慢慢慢改造 從一個自由體變成一個半自由體 這二十年來的經驗是非常明顯的 我的結論就是說,現在我看到在香港發生的事情 中共改造香港的這些政策 正在用於很多西方國家 正在用同樣的做法 都已經是用在很多西方國家 所以我覺得今天我們就應該共同起來 來對應應對這個中共的這個專制體制 對海外的一種滲透 所以我的開牆白,我的結論都已經很清楚 那麼既然我就利用剩下的時間 我就談談這二十年來我們看到的是一個怎麼樣的情況 首先呢,他是怎樣能夠把一個本來自由的社會變成一個半自由的社會呢 首先,他是在意識形態上面 他創造了很多心理的情況 比如說我們從事新聞工作的人感受最深 從一開始呢,就是從這個宣傳方面 從意識形態方面來進行這種消音的行動 另外呢,就是從統戰的角度呢 從統戰的角度呢 就通過建立很多新的親共的團體 比如說同學會啊,同鄉會啊,行業社會啊等等呢 來建構一大批 擁護共產黨的一個群眾基礎 再有一個呢,就是在對這個政府 高層的政府呢,進行很多這個滲透 包括警察,包括黑社會 現在都有他們的人在裡面 所以這樣子呢,這個是統戰了 然後呢,還有主持部 中共主持部也在各種行業 各種團體裡面呢,發展他們的黨員 他們分開三種黨員 一種是紅色機構的 就是本來就是親共的 對這些親共的團體 他們是大力培育他們的這個骨幹 另外呢,是灰色的團體 什麼叫灰色呢? 就是它表面上沒有明顯的親共的視彩 但是呢,它是以中間面貌出現的 這一個呢,就是在白線 白,為什麼白呢? 因為,就是這個,表面上看是完全 非政治化的,非共的 但是在裡面發展他們的力量 這個叫,中共有一個車 叫做白螞蟻政策 他們就是很久就有一個白螞蟻政策 讓這些,在這些機構的 中共的人潛伏下來 那麼,所以呢,就是通過這幾個 不同的部門呢 進行一些對香港的改造 所以,二十年來 就把香港這個整個社會呢 改造變成一個半自由 本來是一個自由體 現在變成一個半自由的政體 那麼,我最讓人家擔心的就是看到 這種對香港發生的事情 正在很多西方國家裡面呢,出現 最近,新加坡出來講話了 澳大利亞出來講話了 加拿大也出來講話了 他們都感受到這種 把中共通過這個 強大的這個 經濟跟政治這個話語權呢 把他們的意識形態呢 是向西方擴散 我覺得今天我們 國際人權人的時候 來看這個問題 我們要非常警惕 一個本來自由的社會 是可以怎麼樣給一個 裝置的社會呢 是給它殘死的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Mr. Wade has been striving for democracy for over three decades, and we are glad to have him joining us at this time. So, welcome Mr. Wade to give us a speech. 有请魏京生先生发言。 很高兴啊,好多老朋友,我作为这个基金会的第一位得奖人呢,能来跟大家欢聚一堂,非常荣幸,非常荣幸,这是很多的老朋友。 方正说非得让我讲话。 我就讲几句吧,实际上从这个基金会呢,我一开始知道得这个奖,我就非常高兴,非常兴奋。 因为什么?其实我们在海外做的很多的工作,很重要一个工作就是一个民主教育的工作。 教育是什么意思呢?按照古人的说法,就是解惑,传道,对不对?传道解惑。 咱们实际上现在做的这个,像国内发各种信息啊等等,就是一个传道解惑的工作。 这工作是必须得做的,因为共产党那么多年的洗脑,那么多年的渔民政策,老百姓很多人就是不了解。 其实到现在,很多老百姓还是不了解你们都在干什么。当然共产党的五毛和特务也在到处散播议论,说你们海外民运完蛋了。 你们天天在这儿内斗,没有什么作用,甚至人家说你们28年都干了什么。 你们89年以后到现在28年,其实咱们做了很多工作,包括很多的朋友利用现代化的工具,在网络上或者自媒体上, 做这个传道解惑这个工作,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工作。 现在你看,跟28年前相比,刚才我们聊了几句还说到,28年前即使在广场上,大多数的人还不敢说反对共产党呢。 还是一个对共产党抱着希望的,希望共产党出个明军的那种思想状态。 但是现在看看呢,大多数的老百姓都认为共产党最好走掉,最好是不要共产党。 没有共产党肯定是比有共产党好。这个就是我们海外这么多年工作的成果之一。 包括有些人说你们在海外没做什么事,主要的功劳都是我们国内的人在做。 甚至刚才我还听到有人告诉我说,国内有人说,老外你们在海外没做什么事, 你应该把你的农场卖了,来支援我们海内的人。 我觉得这些说法都是很糊涂的说法。谁说海外不重要啊? 你在国内你说话的有时候都不敢说,稍微说多一点,把你抓到监狱里去。 就像很多朋友一样,就给你弄死了,对不对? 现在人家还有新的方法了,这个得癌症,那个得癌症,我弄死了。 但是大多数人可能就不敢说话。 那我们在海外有条件,我们就是在替他们说话。 我们在替他们说话,对不对? 那这个工作怎么能说不重要呢? 你在国内可能有的人有想法了,但是不能传播给别人。 我们是借着我们海外的朋友的手,我们就出口转内销,把它传到哪边去了。 让国内的朋友他们的想法,他们的看法,他们的很多,知道的很多故事,都能够互相传播。 他们说,这个对我们将来建立民主社会呢,是一个基础性的工作。 所以当年那个,对不起啊,有点感冒。 当年把这个基金会定名为教育基金会,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当然不是有些人说的,我们搞教育就要办学校什么的。 到国内去办学,那个说法当然也不错。 但是我们这个教育的意思呢,就是要向国内的人传播新的思想。 传播很多信息,当然像民主自由的思想,也不是新的思想。 但是对于国内的很多老百姓来说,还是非常新的思想。 很多的概念他们并不是很清楚。 我们大家给他们做这方面的工作,这是一个长期的,好像默默无闻的工作。 因为你做完了以后,你并不能看到成果。 但是从总体上看,我们这么多人做的工作,它还是有结果。 为什么?国内老百姓的观念在迅速的转变。 这二十多年来,老百姓的观念已经是翻天覆地的变化了。 这就是我们将来建立民主社会的基础。 因为民主社会跟专制社会不一样,专制社会有拳头,有军队,就可以了。 当个军阀一样的,共产党只不过是一个统一的大军阀而已。 但是你要建立民主社会,你必须得到老百姓的认可。 而且老百姓知道怎么去操作。这样的一个社会才能建成,才能站得住脚。 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失败的例子。 有些国家也建立起了民主制度,但是不一定很成功。 甚至有的还倒退了,很快变成独裁者的政治了。 所以我们中国过去也吃过这个亏。 你像西海革命之后,最后开始建立了一个民主制度。 但是很快就搞得乱七八糟了,而且搞得军阀混战等等。 最后一百多年了,现在一百多年中国还是没有民主。 那么缺的是什么呢?大家找了很多原因。 我觉得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说老百姓对民主的认识,对自由的认识并不是那么深刻。 他们总觉得那东西太遥远。你们这些知识分子讲的东西我们听不懂。 那个好像跟我们没关系。我们现在就要告诉大家,通过我们这个教育工作,告诉大家。 民主和自由是和你直接有关系。没有自由,你难受不难受。对不对? 他知道很难受。没有民主的话,你们的权利怎么会得到保障? 你们受人家欺负,受人家剥削。为什么呢?因为你们的权利被人剥夺了。 你们的权利要恢复,要保障。保障你们的基本的权利,不被人家欺负。 靠的是什么?靠的是有法治和民主。很多国内同学说,那我们有法治就可以了。 可是你这个法治,要靠什么来维持呢? 共产党也讲法治,那是他们独裁的法治。 专门用彭真的话说,那是武器。也就是拿在共产党手里对付你们老百姓的。 可是咱们要的法治是对每一个老百姓都有保障的。 每一个人的权利都有保障。每一个人都会不受欺负的这样的法治。 这和共产党讲的法治,那种拿在手里的武器的法治,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所以我特别高兴我能在这儿和大家一起讨论这些问题。 特别高兴我们这么多年来,几十年来,大家默默无闻做的工作。 不是每一个人做了一些工作就会出名。 但是呢,我们现在可以说民运是处于低潮期。 剩下的这些朋友都是不求名不求利,只为了我们的国家将来有一个美好的前途。 谢谢大家。 您好。 Tada有没有捧场。 of the chinese democracy education foundation which has been on its 31st award today he felt very important and very proud for the achievement of this foundation and then he was talking about in recently uh there are issues people are talking about oh democracy uh overseas has done nothing democracy in china has not to be progressed especially in the last 28 years since the uh the 1989 democracy movement in china and uh mr wei said this is not true and uh foundation like the chinese democracy education foundation has done significant job to do it uh not only in promoting democracy but also education and education is very important education may not meant to be uh like a schooling give classes but education means to promote and to arose the people's conscious about democracy freedom and the human rights and mr wei said look at this look at our overseas there are some people even said hey you uh if you you have done nothing overseas if you want to make a democracy progress in china you better just uh um support us the people inside of china and uh such as selling all your belongings and your house and then to exchange money to give to the people inside china this is not true we are very very important those of us overseas must remember uh the our work overseas important not only because we can say what the chinese people do not know and do cannot but also look to say what the chinese people who know but cannot propagate in china we must do this to promote democracy overseas in that sense mr way reveal thank you very much this is great thank you thanks for the translation um besides the 31st uh awarding ceremony for um of cdf is also um this year is also the 10 years foundation of humanitarian china which is a sister organization of cdf so um humanitarian china was started in 2004 by participants in the 1989 protest in china and abroad activities include extending micro laws to help political prisoners readjust to life and establish themselves fostering small scale public interest programs and working with house churches and christian fellowships to provide care of political prisoners and so on um so at this moment let's have our uh the founder of humanitarian china mr joe feng so to give us 10 year annual service speech so you can joe feng so i would say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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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h today we're very excited uh we can have so many people 聚集在一起 其实我们能够来洛杉矶 是我们长久的心愿 我每次来这里 都非常的高兴 我的小车跑了 几年时间就跑了有十万万 有很多都是来洛杉矶的 每一次在这里 见到很多的朋友 有我们支持的项目 有我们资助的对象 也有我们的捐助人 现在人道中国的活动 其实有相当大一部分 是跟洛杉矶有关系 那么我也看到在洛杉矶 这里有十几m的长街 都是中国人中文的 那么发展得很快 这是我们民主运动 必须争取的一个机会 所以我们这是第一次来 但是我们将来 肯定要长期在这里发展 我们也希望本地的朋友们 能够积极合作 在这里开展新的气象 我的车就是在这里 报废的 就是每一天 因为我在这里 要见的朋友太多了 人道中国已经走过十年 等会儿这个短片 可能会介绍的更详细一些 我就不多介绍了 刚才谈到海外这些活动的意义 我想今天在这里 我们就可以看得到 这么多受害者的家人 能够在这里有一个短暂的 欢乐的时间 这是非常可贵的 于冬月这几天和我在一起 他每天都是 哈哈哈哈 他可以笑出来 冬月是不是 是的 这是我最高兴的 就是我们在这里 所做的人道的工作 本来这是一个 后战场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防备的工作 但是呢 这就跟刚距离 雪战刚距离 如果大家看过一样 在一个惨败之后 最后在那里 能够活下来的 坚守的 就是抬着担架 在那里治疗的那个人 他最后成为改变 这个战争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力量 那么我们现在要做的 就是这样一个工作 我们都没有人想面对 那样的那种惨烈 每天日夜 不惜 都是不好的消息 在过去这一年 我们就送走了 这么多的英雄 彭明 刘晓波 杨金水 等等 还有那么多人 我们每天要纪念 王炳章 黄奇 等等 他们在为我们受难 做这个事情 就意味着 我们要和他们同在 就是我们要 想他们所想 我们要 像他们一样的生活 就是像我们一样 就像刘晓波这样 我们要把他们 我们的心放在这个 监牢里面 如果他们没有自由 我们这里 也没有自由 那么这的确是一个 很艰难的工作 有时候也不是 我们能够做过来 所以在过去 其实也有不少次 我们觉得 这个 我们可能做不下去 因为我们的资源有限 我们也没有人 也没有钱 但是的确就是 靠大家的坚守 靠像在座的朋友们的支持 更重要的 就是来自于国内 这些我们受被帮助的人 看到方正一家 能够在这里 能够 好好的生活 他能够今天 成为一个活跃的 一个真正的一个政治领袖 他能够活出 他最好的一面 看到于冬月 他在这里可以欢笑 还有这个孩子 赵小冬的孩子 刘小冬的孩子 赵长青的孩子 他们可以 怀孕的时候 在追捕中 能够逃到这里 有一个生活 这就是我们 这个事情的意义 我们在这里 为在中国 民主自由 奋斗的这些人 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家园 我想这个 的确是 我们也要非常感谢 洛杉矶的朋友们 在各方面的 这个帮助 当然 其实每一次呢 我们要 能够做的 毕竟还是 非常的少数 包括像我们 今天在这里 签卡 其实我们这个名单 大概现在有300多名 其实这个 只是极小的一部分 我们只能尽 我们的力量在做 那这个里边呢 其实需要 更多的努力 那每一个 能来这里的人 他的背后 其实还有很多 有些人 很多人排队 等着再来 他来不了 就是的确 因为我们的能力有限 所以在这一方面呢 我们欢迎 更多的朋友 无论是 旧金山的 洛杉矶的 来加入我们 Thank you all for coming here today I was a student leader 28 years ago on Tiananmen Square I was there with Liu Xiaobo who was my spiritual mentor and he died this year he was one of the only political prisoner with Nobel Peace Prize laureate to die in incarceration and the last one was in Hitler's German that said something about what the world is today we are facing the same situation that's why it is important for us to be here to be active to speak for those who are voiceless thank you all for coming and we'll have a brief video to introduce the last 10 years of humanitarian China all I can see is that we have tried our best we have we have supported activists in Hong Kong we have assisted victims of earthquake in Tibet we have helped people in Sichuan earthquake we have people we have volunteered in Burma but we can do a lot more and the battle we are fighting now against this totalitarian regime means a lot on the global scale because never has the world been facing such a threat from such a global power which is everywhere I mean here with its global economic reach and the help of sophisticated technology that's used to against its own people at all means and we have to speak up we have to change China democratic China will be a peaceful China otherwise it will be not and as Mr Cheng Xia has said what we are seeing in Hong Kong China they are expanding it to everywhere including America here so we have to start and we are glad we are here together thank you to China in the country we have a many people in the country in the country people and people people like people they have many years they have many years they have they have worked so they have their 桌子 都是三条腿的 电脑都是在五年以前的那种电脑 那么可想他就把所有的钱都省下来 来资助那些国内的那些良心犯 还有一些民运人士 还有一些其他方面